第2位 女性 所谓美女 是在哪里学科 以明知道自己有千半年的学测 才永远主的想象难以考虑 什么样的事情是有挑战的 我觉得首先得在自己数十圈之外 在你能承受的专业能力的边界吧 你做那种很难的事情 你才会不断不断地扩大自己 因为其实之前一直在通知演艺工作 然后后来慢慢慢慢也发现 拍戏其实挺好玩的 希望今后能把演员这个身份 能做得更扎实一些 然后所以希望能够进到 专业的这种艺术广告里面 多学习学习 因为今年也要成年了 其实也必须拿作品说好 然后拿势力说好 可能会有一些就是自己的那种探索 然后一直在寻找 看看自己到底会适合什么 自己喜欢什么 我是希望能在各个方面 就不光是演戏 包括跳舞 然后自己出的音乐作品里面 能够更多地挑战自己 我喜欢变化 因为每一次变化 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就很奇妙 就那种未知感 这三四年最大的变化 我觉得我性格比以前更加适应和外界的人相处 反正就是更自然一些了 其实出道五年 但其实现在每次上台之前还是紧张 你站到舞台上面稍微适应一下 然后基本就会放轻松 自己会去想很多事情 然后想着想着 就会发现里面有很多 其实就是值得你喜欢 然后值得你去享受的一些点 然后值得你去享受的一些点 你就一直在意他们就好了 这样舞台其实 也是在做自己喜欢的事 然后你也有事情去干 所以就会有一些 一样的牵起自己的东西出来 我平常生活 包括工作里面 我是特别喜欢 在一边然后看着大家的 我后来有一次就是做出租的时候发现 就出租车司机 他能每天碰到很多很多不一样的人 然后他也是在另外一个视角看大家 就是跟顾客交流也比较少 然后觉得挺酷的 然后那个角色那个位置 我觉得以后可以试一试 因为我从小就是我的性格也不太喜欢 就是被大家关注 我喜欢躲到一边 然后喜欢自己独处 其实自己回房间待的时候都特别舒服 因为其实就很多时候自己醒来 然后就会忘了自己在那个城市 然后就也不记得今天是来什么活动 是要干嘛来的 会有些不安全 但是消失的很快 有很多就是同龄人或者身边人 他们感受不到的东西 我其实觉得希望自己能拥有更多时间 因为以前觉得时间 以前不太觉得时间这个概念特别特殊 但是现在就觉得哪怕给我 我稍微多一点时间 我能做很多自己想做的事情 幸福感的事情就是回家 因为我回家看到爸妈 然后弟弟 然后我们家猫 因为其实很久没回去了 弟弟就又长高了 然后我们家猫也长大了 其实你在外面那么努力 其实也是希望能让爸妈开心 希望他们能就是想到自己儿子特别骄傲那种感觉 最想感谢的人 我觉得他们等级都是一样的 就是我爸妈 然后粉丝 我身边工作人员 我自己也感谢吧 开始展开 青年作手易烊千玺登场 跟表演团队一起带来歌曲向往 那次其实说真的就是特别激动 因为你要把中国青年 就是极其想上的一个明亮 然后传递到那种国际的海上的 作为千奇一代 我们肩负着成为国家发展年轻力量的重要团队 这个时代 呼唤更多沉淀自我 且新修饰的玉学军作用 其实我觉得我寻找自我 其实还挺顺利的 也没有让我特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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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落过 也没有遇到过特别黑暗的情况 我觉得专注在我身上是有一点的 因为其实现在看到我坚持下来的东西 就是我坚持下来的 但其实在这件事这几件事之外 其实我放弃了很多东西 失去那些时间 然后你有一些别的更好的东西 会都合起来 榜样这个词 它其实就是希望能影响到更多的人 我是觉得通过这么些年 在工作上面一些努力 然后能让更多人看到我 我也能影响到更多的人 让他们去做一些 就是这个社会 对更多其他的人 就有好处的事情 关注一些 不受大家关注的事情 一些不被关注的人 自己会去帮助 我也是希望粉丝 能能受到我的影响 然后他们能去帮助更多人 你是在做自己 这个不错的事情 没有受到外界任何影响 是成功的状态 1.2.3.3.25 2.3.310 大家好 我是一阳千禧 非常期待 由共青团中央和十点视频 联合发起的新时代青年说 国庆特别献礼节目 让我们倾听这个时代青年们的表达 蓄力青春能量 弘扬中国精神 一起感受新时代青年的新鲜力量